那陈教授我这边有个问题 就想请教一下 就是如果假设我们真的造出了 就是量子AI 或是具有人空意识的一个程序或机械 那么他会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机器 或是一个程序吗 还是他认为自己是个人 你这个话题就是这个很有趣 也是一个怎么说呢 也永远可以说是我们人工意识领域 永远讨论这个话题 一旦这个机器人他拥有这个人的意识之后 他就有自我 这个话题我们就说可以永久去谈 有没有自我 我觉得从我的自己的角度上说 我只能说从我们当前的这个人类的科技水平 能说是当前是很难 但是至于未来 是不是拥有这个自我意识呢 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有待再进一步讨论 因为我们从当前的这个科技来看 我们说这个当前的这个机器人的话 他要实现真正的这个自我意识的话 他远远没达到 他遇到的困难有很多 除了我刚才说的是吧 事实上我们说这个还有很多 但是在未来的话你说有没有可能 这个我们就是那个开放的这个这个观点 未来也许有可能 就像我们很多科幻电影里看到了 我们在大街上碰到了一个人 我们永远你也分不出他是一个机器人 也是还是一个真正的这个人类 他跟你一样 他也有自我意识 就是说也许我们未来这个人类世界 真的会形成一个这样的 就是说走在大街上 你也看不出跟你这个交流的人 说话的人 他也许就是一个人工的这个机器人 对吧 这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说这个当前的科技水平上 他说这个 这个还很难拥有这个自我意识 这是我是这样的这个观点 谢谢陈教授的一个解答 谢谢 还有其他同学有需要陈教授吗 或者一些专家和老师 那么空光你去想象一下 这个这个阿尔法购 他在下棋记忆上 来考 来这个对待普通人 他会觉得这个普通人 普通棋手有意识吗 有下棋的意识吗 我说的能听见吗 能听见 那么 超级智能 如果是我们来看蚂蚁 我们会觉得蚂蚁有意识吗 看蚂蚁的话 看蚁群的话 会觉得他有意识 这个其实这个意识的事情 在一定程度上 就是说是超级智能 或者说我们称为的这个蚂蚁来看人 他会觉得人有意识吗 这个事情是一个相对的 所以说我提了一个叫意识的相对论 这个事情 就是说是这个意识 这个事情在一定程度上 就是说是一旦超越了 他就是 是一个向下见义 但向上是看不懂 我们是不可能看得懂 这个 我们觉得 我们觉得阿尔法够 我们可能就是 七手觉得阿尔法够是看不懂 但是阿尔法够是看得懂 七手才能下人他 所以阿尔法够 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要 有自我意识 所以阿尔法够你 有自我意识吗 在下棋的这个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它是这个 就是说是为了取胜 这件事情 当一个棋手专注于取胜的时候 他心无旁悟的时候 和阿尔法够可以在 在一定程度上 就是说是 只是为了相互之间 只是为了取胜 我们一个成语要 我觉得他 但是我们解读不了他 就是七手解读不了他的 这个下棋理论 因为我们七手成长过程中 都是读了很多棋谱 和获取了很多 可以解释的这个方式 就是下面一部 他是自我意识清晰的 他自我的这个认知上 是可以解读他为什么要下这步棋的 而且对对方 那当然是你觉得这个阿法够有自我意识吗 那当然是你觉得阿法够有自我意识吗 阿法够如果按照这个我们人 棋手如果我们这样来讲 就是说是客观对比的话 如果棋手在这个全程贯注 除了下棋 没有思考任何其他东西 除了为了取胜 没有任何目标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时候的棋手 是有意识的话 我们可以认为 这个全力以赴 战胜棋手的这个 这个机器 是有意识 这是一个我们把他这个界限 就是封闭了 确定到一个小 就像一个医生要诊断一个病人 时候和一个医疗系统 就是说我们的软件系统 我们的人工意识 医疗系统要诊断一个病人 这个时候呢 他的意识不能够强求他 这个阿法够有没有人的情感 要没有人的这个生理的欲望 等等 这些方面就是说是一种强求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 我们的这个单 就是说是 其实就是说要限定一个科学范围 因为人刚才有一个地方 就是您提到 就机器不会具有生理性 其实人是否具有生理性了 我们真正去想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我们对人的生理性 也几乎难以确定 或者说争议就一下就大了 那么在这个角度的话 我可能可以想到 就是说是量子机制 勾造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世界 我们一直在探命 但是呢 可能它并不是一个命 它就是规律性 而且呢 科学家都相信 有规律才会继续往前努力 但是呢 目前来讲的话 科学还在进展 但是呢 还都是有规律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 这个时候呢 可能是我们是站在里边 站在蚂蚁角度来看这个宇宙啊 那么这个宇宙 如果是一个 以人的身份来建立的话 蚂蚁是理解不了宇宙的 但是我们会继续前进 嗯 嗯 我是觉得这个自我意识的话 法法构 我在我看来 我觉得它没有自我意思 因为它 它每一步走棋 它只是根据它这个 这个芯片 人家储存的这个算法去算 它根本猜不到 对方跟它下棋那个人 它的这个情感 比如它对方那个人 是不是恶 是不是恐惧 是不是 是这样 它 它 它是理由自我意思 只是说它的这个算法 比这个人脑的算法 要更先进 但是 我这样 嗯 我这样来举个例子 您可能就明白 为什么我认为 它如果就是说 这个客观的数学定 数学方式来 推断它的意识的存在与否 那么AlphaGo 它是明确的 就是说知道 出击起手 或者说这个 我们对面的这个起手 人类起手的意图 下每一步的 这个取胜的 就是说取胜方面 就是作为 作为唯一意图的话 它是知道的 它是要取胜的 那么它就是说 是在这一方面 它是做了选择的 因为它可以下不取胜的 也可以下比较差的 那么它呢 就是说是 它是人的意识 对它 就是起手的意识 下棋的意识 对它是透明的 如果 这个我们讲 这个意识的话 就是说是 如果起手的意识 对它是透明的话 它至少是 包含了 起手的意识 或者说 它的意识 大于起手的意识 这个我 因为它取胜的 但是呢 这个起手呢 它输败于 阿尔法构的起手 它不能够包含 阿尔法构的意识 所以说它不能理解 阿尔法构 为什么要下这样 如果它能理解的话 它就不会输给它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 反而是 起手的认知里边 它是 形成不了 就是阿尔法构有意识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想这样一个 再推 再做一个思想实验 我们取一个阿尔法构的弱版本 这个弱版本呢 就是说是会输给这个起手的 我们就是说这个人类起手 一直高于这个阿尔法构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起手是能够形成 这个阿尔法构的 这个 就是说是 这个下棋 输给它的这个 在下棋的这一块呢 就是说是它的意识 和它美部的意图 嗯 所以 所以那个 他理解 他理解它为什么会输 或它又会下美部 是怎么着的 它才能够赢它 那么就是知己知彼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角度的话 我们中国这个时候 先不谈这个 它不知道不知道 它的情感问题 因为情感问题 我们其实这个情感问题的话 情感问题和意识问题 一样是没有定义的 嗯 就没有共识的定义的 我们有很多很多领域 是没有共识定义的 就是情感计算 情感计算以前也是进去 在06年的时候 我们是中科院 有一个老师翻译了第一本 中科院心理所的所长 翻译了第一本 还赠给我了 这个情感计算 但是我拿了手 都不敢去给别人看 因为情感计算 现在已经叫 就是说是 已经是很多年过去了 最近20年过去了 这个就是说是解禁了 但是之前 谁做情感计算 或者情感的这个模拟 都是进去 因为情感是什么 到现在我们都不能说 就是用自然语言来讲的话 是不能够去把情感说清楚 现在来放我们做这个 所以说他这个目标 就是说是有一个困境 就是说是有很多东西 就是说是我们其实把这个 区域说得很小 是有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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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很多东西